特别注意,大概有几个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第一个,公司可以拿掉 但是我们不用 我们刚刚是抓什么呢? 抓上面的清单 可是如果今天来了 假设 假如说我今天假班这个地方 如果没有清单的话 如果我把艾兰的资料删掉的话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我们刚刚写的程式会不会有可能 基本上应该就会有,就挂掉了 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如果执行的话 这个地方他是抓什么? 假班的这个什么呢? 第二列的艾兰 第二列艾兰,就艾兰的地方,没有东西 那他就什么?一定就挂掉了 所以如果刚刚以这一题来看 一定要有个清单 如果没有清单的话呢 他就变成什么? 应该卡在这里 正列所以超出范 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名称 他没有名称,你就没办法拒击 所以特别是,如果假如我今天我不是要清单 我希望把它改成名称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刚刚这一段程式 我不要来自于清单 我要来自一个名称的话 这地方该怎么做? 还是需要有一个名称 那名称怎么取得呢? 特别注意,你可以干脆一个一个把他抓过来 然后给他名称就好了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 第几个工作表就可以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边可以做一个改变 什么改变呢? 我不要直接去抓某一个工作表的名称 而是我直接去抓什么? 第几个工作表 那我就可以加一个i就可以了 那i后面的话 因为i是从2开始 那我的工作表是从第1个开始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i减1 减1之后的话 那我再把这个后面加一个什么? 点什么?点Nan 这样就可以了 OK 如果你想说老师那科学不要麻烦 不要减1加1 没关系就把他改成1到13 那就不用减1了 不过我建议如果减1加1 最好还是干脆我的习惯 为了避免错误 直接改好了 然后就不用再减1了 那就是 序子i指的是第几个工作表 他的名称 当然这个地方如果没有排列好的话 反正他就升班 升班 五班 没有差 反正存档就存在那个资料夹 如果我不要排序的话 那就直接一个一个帮我抓 好 那只要改这个地方执行一下 基本上应该也是OK的 所以刚刚会挂掉 现在会不会挂掉呢 执行一下 升班 那底下的话 点Copy会不会出现 Copy出现了 他就跳一个出来了 OK 然后呢 一样 底下就是存档 所以底下应该没问题 如果这个地方没问题的话 那其他应该OK 帮我存档 已经有了 糟糕 刚刚我这地方好像没 我看BBR里面还有 所以如果你假设 你刚刚没有 没有把旧的工作表删掉的话 就会出现这个 他一直出现说 要不要取代 要4 然后再来提一下 所以等一下会跟各位讲一下说 那怎么办 一直问要不要取代 那你也只能按4 不然的话你就没办法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有没有办法 先怎么样 检查一下 检查什么 检查这个资料夹里面 有没有 Excel档 如果有就帮我删掉 那怎么写 接下来的话 所以特别重要 刚刚我可以把那个 原来是从哪一个储存格里面抓名称 帮我改成 去抓那个 哪一个储存格 现在改成直接抓工作表 第几个的名称 OK 那再来的话 如果我今天接下来 刚刚有个问题 我如果没有把他手动删掉的话 他就会出现那个 是否取代的这个状况 那我怎么删除 这个工作表的所有档案 我先demo一下 这个当然 程式网路上其实也有了 首先的话 我要如何删除呢 我先执行给各位 理论上这个 第一个请各位就是 在这边怎么样 加一个这个 删除档案的一个程式 Enter就可以了 那底下的话 特别注意 最重要的部分 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的话 我需要给他什么 给他 使用一个函数叫DIR 这个DIR指的就是说 你可以在那个资料夹里面找到哪些档案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将来你要去找 DIR怎么使用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刚刚同学问 其实最关键的还是按F1 你就打DIR F1 他就会帮我把这个DIR 这个函数使用的方法直接就带出来了 但是请各位注意一下 因为说明的资料 当然你也可以找仿间的书籍 第一个 仿间的书籍你要额外再买 第二个的话 仿间书籍其实也是从这些说明所演真出来的 所以我导建议 至少你要会学会案内补案 第二个的话 也慢慢习惯说 看懂他里面到底他的叙述方式 虽然说他叙述方式真的写的不是很OK 可是其实大概也无妨 反正我们就看重点 那有哪些重点你应该知道 第一个 他这个DIR的函数 到底能做什么 他跟你讲说传回 因为所谓的函数一定会帮你Return Return意思说传给你什么东西 意思是说他会告诉你 你给他 所以他会问你什么 他会说传回字串 表示档案 所以特别是 他传回来一定是个档案的名称 有没有 字串就文字 意思就是说 他一定会跟你讲 甲班.xlx OK 然后呢 底下语法 那语法特别注意 请各位注意一下 语法你会发现 好像不是这样一样吗 其实特别注意 关切的地方就是 他要给几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 PassName 就是什么呢 他的那个档案的名称 那请各位关注一下 如果说呢 第二个参数 假如说你会发现 第一个参数前面没有中瓜 有没有 那第二个参数有中瓜 中瓜有什么意思 我前面有讲过了 中瓜有指的是说 这个参数没有没关系 就是可有可无的 也就是说呢 他可以有两个参数 但是第二个参数是没有没关系 所以也就是说你至少要给他什么 PassName 意思是说档案的名称 档案路径 比如说C冒号斜线 斜线VBA之类的 然后底下的话就属性 属性这个选用 然后属性有哪些引数 有没有 你要找的是什么呢 一般的档案呢 还是唯独档案 等等 不过这比较少 如果没有就先跳过 然后其他的话就是 他的什么呢 他的注写Mac 他还有Macintouch 他有讲到说 在那个苹果电脑里面 不支援外用支援 不支援外用支援 那怎么写 好吗 反正也甚至有讲到 那个苹果电脑上面的东西 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些什么 他的一些写法 大家参考一下 OK 其他的话呢 还有可以参考的 你会发现他的位置 他是在哪里呢 在韩式指的是VBA里面的所有的 其实韩式有函数 所有的函数都在这里 OK 好 这个是第一个 所以以后的话呢 你如果要抓取这个DIR函数的话 我前面讲过你可以打一个VBA 点 有没有 点之后的话呢 他就会出现在这里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想知道VBA里面到底有哪 多少个函数的话 那你可以用这一支VBA点 然后呢去找 OK 那至于哦 这么多 大概一百多个 那你想说老师这么多个 我怎么能够全部学的会 然后其实我给各位一个我以前的经验 就是说其实我是真的会蛮认真做什么呢 就是说呢 我会去阅读这些 即便我真的看不懂 但我会做一点做一点功课 比如说我会把这些函数啊 里面每一个每一个 可能会用到也可能 比如array好了 array是正列 正列也许这样你没有用到 那这样你要知道什么叫正列 里面有一些相关叙述 你也可以去try try看 比如说你可以找一些范例 然后直接把它带进来用用看 也就是说 花一点时间去整理这些 然后把它做成你的笔记 像我以前每一个每一个很认真的 也通通都去了解 即便现在用不到 但是呢 我哪一天用到 我可以把它看 比如说里面什么 DIR CUR 这什么意思呢 应该是current 目前的 这什么呢 路径在哪里 有没有 那我要怎么去使用 如果没用过的话 那你会发现它底下这边有一个范例 比如说current 目前的路径 意思就是说你现在 你这个程式 你这个档案 你这个我不可 在哪个位置 所以甚至呢 我如果将来东西要放在这个路径底下的话 那我就用这个方法也可以 应该可以理解吧 那底下很多 所以 如果你要彻底把VBA学好 这边有很多东西 都可以去run 你可以每一个 什么呢 每一个函数 去写一个范例出来 或者写两个写三个 然后那个就自己再做一点笔记 做一点功课 有没有 就做不完一百多个 那你要花多少力气 对不对 真的我以前很认真的 我以前每天每天都有schedule 我觉得那时候我真的好忙 每天每天 而且我那时候真的 很认真的去买了一大堆书 我曾经我那时候 第一个月的薪水 我大概拿了五千多块去买 这个相关的城市书籍 我后来发现 我真的 我也是用投资 我觉得 不会觉得有什么 因为 就是说 至少买回来 用不用到另外一回事 那买了一个新肝 不买 我觉得说 那又不要买 又买了 OK 买一堆 不过现在几乎都不太买了 因为慢慢又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 但是如果你还没进到我这个阶段的话 可能还是要花一点时间 不见得要买 但是你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去图书馆也好 或者是去书店也好 然后累积这些能量 OK 其他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那个序子物件 这边也可以 我们刚刚用到序子物件 按F1 它有没有序子物件 也会跳出来 不过有一些好像没有 特别帮你叫出你要的东西 像序子如果没有的话 或者你可以找那个Worksheet 它这边好像 或者Workbook Active Workbook 不知道会帮你带出来 有它这边有Active 然后Workbook这边有属性 也是一样 你也可以针对这里面的东西 才会去了解 太多了 像 上个礼拜用的Credit Table 这边也有 它的属性跟方法 你也可以在这边做一些了解 所以 光这些东西 真的就还蛮花的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没有太有系统 而且 写的真的没有任何的文学素 也没有到 只有一个说明书而已 OK 那 这也是它最大的问题 都没办法 现阶段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请各位先把刚刚的那个 来自于这个清单的把它改成名称 另外的话了解一下如何删除档案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